余娟付款支持鮮浪潮 杜其鋒繼續栽培人才 導演杜其鋒日前就出席 第十一屆鮮浪潮短片節的記者會 身為鮮浪潮計劃主的賭Sir表示 鮮浪潮已經正式註冊為慈善團體獨立運作 賦予各界有多餘的資金可以撥款資助 而探到由監製的電影 樹大雕鋒用搶鮮浪潮計劃三名新導演執導 而成績嬌人 賭Sir表示會繼續找適合的題材 去栽培有天分的人才 其實要不停這樣做 因為他們除了在這裏上拿到經驗之後 他們真的我們覺得 有些能力有些天分的人 我們應該盡量去栽培 未來要做的鮮浪潮其中的項目都是這個 但我們都要找到適合的題材 和適合的人才可以做第二部 當然我們是由第一部派員到現在 現在都是希望進行第二部 那賭Sir你自己又有什麼電影計劃呢 我都是希望拍電影不是很大的壓力 如果很大的壓力的話就不想拍的 那現在我覺得就是一個想著題材 想著自己有一個很想拍戲的能量 那希望今年呢 希望今年會拍 有劇本嗎 有就拍了 真的沒有口試的 我都沒有劇本的拍戲 從來都沒有的 拍戲就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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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